吃 吃幾湯 雞湯最好吃 好吃整桶吃光光 皮衣道客黃仁勳 現在要改叫他美食掏客 因為他實在太懂吃 妻子兒女陪他到台北名店夜市掃街 只是小吃美食文明的家鄉台南 殘念這次沒時間回去 這邊沒時間去 沒時間喔 沒時間去 說做事了 黃仁勳忙碌行程 一一會見台灣科技業大老闆 期間又有揮答加碼投資消息 黃仁勳保留想像空間 黃仁勳持續投資台灣 而散戶關心的是怎麼投資 揮答股票 因為六月七號分拆後 金額從超過一千美元 降到一百美元出頭 更好入手 台灣散戶可以透過券商 付委託下單 所謂的付委託是透過台灣這邊的這個券商 去幫你跟美國這邊的這個 券商下單 我這邊可以提供的這個商機會 來得更多元 比如說同樣是這個AI的這個題材 台灣這邊可能比較多是跟印體相關的 這些工資 但美國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是不只是印體之外 其實還有更多的是像是這個軟體 這邊的這個 或是說像是雲端這邊的服務商 可以做選擇 美股投資是由騰騰題材選擇更廣更多元 是吸引關鍵 但要留意跨境投資的交易時間 以及美股沒有漲跌幅限制 波段更大 加上有匯率風險 資產配置的美股元素成為投資人的必做功課 再一次為張友全知道做不到